在這邊我想要跟你分享 這是我第一次測試這個Youtube的直播 OK 所以我不知道你會有機會 好 訪證的 那在這邊我想要跟你分享 所以我先 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主題就是 這個網路行銷課程 究竟要怎麼選擇 因為我發現在Youtube當中 蠻多人在搜尋網路行銷課程 所以 其實在你去找尋任何的網路行銷課程之前 或者是去學任何的課程 你一定要先 先弄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自己 那些課程你最終你想要學到的 目的是什麼 所以 什麼意思呢 舉例來講有些人他是想要學 怎麼樣子 臉書廣告或臉書行銷 真的他可能還想不是那麼清楚 臉書行銷其實有很多手法 例如說 Facebook的粉絲團 的行銷或者是社團的行銷 甚至在Facebook上打廣告 那 或者是運用Facebook的APP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你一定要先做好一些基本的準備動作 你要很清楚你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最後呢 你才會知道說 就是 就是 就是你 你到底要找什麼 所以這基本上呢 是會需要花一陣子來 來研究 然後最後才 終於清楚自己到底要學什麼 來 第二個你要去了解是說 你自己的目前的程度是在哪裡 OK 那如果你是完全初學者 然後呢 例如說 連YouTube 基本的 例如說你都沒有在經營YouTube頻道 或者是連個粉絲頁都 Facebook的粉絲團都沒有 OK 那你這個時候要去找的這個 網路行銷課程呢 就必須要是非常非常非常基礎的 因為每一個老師在設計他的課程的時候 都會 預先假設他的學生的程度 那大部分老師呢 都是假設學生的程度呢 不是從零開始 從零開始 從零開始那就很辛苦了 就是 例如說 不會買網址啊 等等的 所以如果你呢 連自己的網站或網址 或買虛擬主機都不會 那你應該呢 要先去學這種基礎的加戰的課程 這種課程 然後呢 所以呢 那來講呢 就是 你要怎麼挑適合你的網路行銷的課程 你要先去很熟悉那個網路行銷老師 是誰 還有他所有的一切 這其實是要做研究 如果你懶得花時間去做研究 那就花錢去試驗吧 也就是說呢 就管他的先查錢進去學 你就很快就會知道 這個老師教的到底適不適合你 ok 那就像很多時候我之前也是數學老師啊 那很多時候 呃 很多數學家教老師 他每一個人教法也不一定適合他的學生 ok 嗯 ok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們呢 這邊呢 就是建議你呢 要去找好的網路行銷的老師 然後呢 並且呢 真的下去好好的去看一下 對他的評價 一般的對他的評價 然後呢 不要呢 被一股腦的 被說啊 這個老師 很會賺錢 然後你就 你就自動假設他也很會教人 自己很會賺錢 不見得自己很會教人 所以呢 這些東西都考量之後呢 你再去做選擇 ok 那之後有機會我會再分享更多 好 那我們原則上呢 就先 這次呢 就先分享到這裡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